就来吃诺鸡鸡鸡 先来买份蛋包糕 加下四根 你先可以四根 先打个蛋 加上肉末 别吃药了 药 冲了药 药 用猪油煎一下蛋液 提前煎好的年糕 撒上调味粉 放在蛋液上 反而加了一根胡桃 然后撒上蜜汁糖醋子 撒上调味粉 用蛋皮把它们卷起来就乱 再来买一份鸡蛋麻糬 吃饭的 阿姨会从五个被子的钢盆中 丑麻糬 然后按点 在铁板上淋上油 把加了葱花和料酒的蛋液攀在上 然后把麻糬和炊饭 盖在蛋液上 然后再煎一面蛋液裹上去 阿姨这手也真的是练过的 你看我选了一个位子 真好这景色 就在河边这家店 这个是蛋包麻糬 这是蛋包糯米饭 还有一碗豆浆 开饭了 然后这个椅子不太好坐 我要坐这边吃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早起过来吃莫鸡鸡 先吃一下 这个在上一家买的蛋包糕 还有两串泡糕 还有加了香肠 不太好吃 因为它外面那个蛋皮也不是单单的蛋皮 里面有咸菜还有香肠啊 还要肉末 超绝 有点抖 因为没吃饭饿的 吃一下豆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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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蛋皮超级厚 然后那个汤汁都渗进去了 小的东西 还有蛋皮露在底下 其实早上一个这个蛋包干 然后加一碗豆浆就能吃饱了 不起来 吓死我了 我的蛋液差点就要飞出去了 这是蛋包麻糍 吃一下 我的蛋液掉了 这家蛋包麻糍比我之前录的那个小摊 那个阿婆的那个鸡蛋麻糍制作的话 稍微就是粗糙了一点 然后它麻糍的话 也是基本上不太能拉丝的 它质感是比较有颗粒感的 没有那么丝滑 但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随便随便的 这整块都是蛋 稍微有一点点辛 稍微有一点点辛 大方娘真的超纠缺 这上次那个阿婆嘛 自己来煮 你看看这块炊饭我真的惊呆了 它真的超厚 看看这个炊饭的厚度 真的贼大一块 像个铁盘 但是要这个蛋包炊饭 我这是头一次吃 这个麻糬完全不一样 生鸡蛋的油都渗到这个糯米饭里面了 糯米饭每颗都特别的油润 然后饱满 经营剔透的 你看 这个不能把它拉起来吃 你看就这样子 然后中间糯米比较吸水分 它外面的蛋皮跟麻糬也完全不一样 它有点薄脆的那种口感 定的焦焦的 刚才那麻糬就很嫩 挺不错的 虽然那个吃饭完全没有任何的调料 但是我真吃不下了 很容易饱的 肉米 赏给马克吃 好啦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